好 師傅 某程度上關於香港的東西 我都最後一條問題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香港人很多時都是說賺錢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是有面包 其實下年有沒有預視到哪一類的東西 是危機真的會比較高呢 雖然市是好 但是市好也一定有些東西會有問題 如果這樣去看 我看到投機性一定是有一個難度的 但是勞動性是主宰了我們下一年的生活 什麼叫勞動性呢 因為六百除了主財富入籌之外 他是主勞動性的 譬如那一年是以水 是北方的水 這幾年都在走北方水 因為太子醜是北方水 即是說下年都是醜 即是說我們看到他起運的是物流的 真是這兩三年物流上市 上市到很緊要 你都猜不到在如日方中的子年 他基本上都是主宰了 因為疫情主宰到物流更加蓬勃 所以這些真是天曉得 原來是命中注定物流繼續會主宰 但是賀子醜仍然是未過的 即是說在物流方面 以及在海運方面 在水方面 以及在智慧、營造方面 仍然是處於一個強勢 仍然是處於強勢 因為他們走不掉 現在都是在走害子醜年 始終都是要去到人貌神年 即是說一踏入木的年份 那個物流葉那些先會 是慢慢慢慢固定了 不會再去蓬勃 但是我們看到這幾年 物流真是誇張得不得了 設計上面誇張得不得了 因為那個科創那些東西 真是很厲害 始終現在仍然在潮流 還有下年六八入中工 即是說勞力性的工作上面 勞動性亦都是非常之強的 即是說人的勞動性 是會強得很厲害的 OK 好了 今集的時間到了 我們非常之多謝簡訊梅師傅 拜拜